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is 來到新加坡 已經開始瘋狂買衣服 在新買 說完廢話 我現在準備一個人出去 因為我發現附近有個Hokka Center 有香港腸粉色 這個Hokka Center的腸粉好像在米芝蓮紫蘭 所以一定要試一下 我也是在一個香港人的Facebook發現的 這個腸粉 我在Facebook發現很多香港人討論他 如果適合適合適合就發現 原來距離我們服務部門 走路九分鐘的路程 所以我現在就丟下我老公一個人去吃腸粉 其實我們來新加坡之前 我已經跟老公說了 我希望至少半個月十五天 我完全不吃任何西野 因為我們在德國一年已經吃太多西野 西餐 薄餅這些 我跟他說了 我至少兩個星期都會只吃亞洲東西 但是由一個早上我們吃了一頓西式的早餐 但是都堅持到的 現在有時候昨晚他吃薄餅 我都自己外賣了一個中式的飯 這樣 這個腸粉店其實就在我們服務部門 走九分鐘就到 我也是很幸運地發現到原來這麼近 所以我一定要去試一下 現在是午餐時間 我怕會很多人排隊 因為之前看Facebook的朋友 有說過如果去吃 是要排一個小時的 每一天都是超級浩天 我想我們現在來了大約十天 是有一兩天下雨 但是其他日子每天都是超級大晨天 而且這裡過馬路要小心 明明是綠燈 但是車子是可以轉彎的 所以跟香港有點不同 但其實在德國也是 你過馬路也是綠燈也好 車子會轉彎 這裡也有一個Hawker Center 但我剛才看地圖就好像 暢婚不是在這裡 裡面好像有很多東西吃 其實在新加坡 其實吃Hawker Center 才是比較大眾化的選擇 例如一碗雞飯 一碗麵大概四至六元左右 但其實頭幾天我還是有點遊客化 即是去商場裡面吃東西 一個Lunch 一碗麵也要十幾元 其實也不是很貴的 不過有些比較平民的選擇 我想我將來也會多些吃Hawker Center 因為都有很多不同的食材 即是泰國食材 新加坡食材 日本食材 韓國食材 好 我找到了 沒有人排隊的 我現在應該要吃什麼腸 我想吃街邊腸粉 即是很多醬 那些 我現在就叫了 最後叫了蝦腸和皮蛋 瘦肉粥 我沒有吃過皮蛋 而且之前如果有看我IG 或者Facebook都知道 我吃皮蛋是要偷偷地吃 因為我老公知道會跟我說 No kissing for 24 hours 所以現在他不在我 我就可以吃皮蛋瘦肉粥 這裡也有說 其實是香港師傅 還有這個腸粉店 是在米芝蓮子藍裡面 現在師傅就 在弄我的腸粉 我叫了蝦腸4元 然後一個皮蛋瘦肉粥是2.6元 所以加起來就是6.6元 其實他的菜單是有 蝦腸、叉燒腸和 菇腸和街邊腸粉 我自己就不吃叉燒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推薦 都是吃蝦腸 好了沒有吃過皮蛋瘦肉粥了 我想大家有些 香港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就算是新加坡的香港朋友 他們都是比較容易接觸到亞洲食物 即使他們疫情下 可能沒有回香港兩年 三年 可能他們的思鄉就沒有我這麼嚴重 因為在德國真的很難吃到一些 好吃的中餐 特別是我在一個小鎮 如果你在大城市是比較容易的 那我就真的 整整一年沒有吃過粥 這個 最重要是吃皮蛋 粥是否說很驚喜 也不是 不過是好吃的 先嘗嘗蝦腸 也挺多蝦 好像也有差不多8隻蝦仁在裡面 很久沒吃過 這些腸粉醬油和腸粉質地的食物 蝦是很淡的 好吃 六個六吃到米芝蓮去介 比去fine dining 我本來不是很喜歡fine dining的人 即是我是一些 喜歡吃街邊檔 喜歡吃小炒 喜歡喝啤酒的女生 所以 Hocker Center是很適合我 但其實我剛剛看過weather app 現在是32度 Field like 38度 其實吃粥是有點玩命 很熱 我已經叫做坐在風扇下面 但也很熱 而且我覺得這個combination 其實比較適合早上吃 如果大家想來試 記得它營業時間 只是早上8點半至下午2點 而且逢星期二是休息的 但很幸運 我之前見人說要排隊 現在就不需要排隊 一來到就有得吃 在我走回去Service Department的途中 我就進了這個 Golden Mile Hocker Center 裡面有牛肉河 豬雜湯 都是5-6元 豬雜湯 也是要丟下我老公 一個人來吃 即是內臟這些東西 他看到我吃 又會說 I'm not kissing you for 24 hours 今天的午餐是很成功 試了米芝蓮區界的 腸粉和皮蛋獅肉粥 而且只需要6.6新加坡紙 即是大概三十幾元港幣 不用四十元應該 值得推薦 如果大家在附近走開 可以來試一下 地址 地址是 這裡 新加坡始終是一些熱帶地區 我們Service Apartment外面 也有很多這些 小樹叢 昨天我們晚上出來 晚飯的時候 就在我們Service Apartment 的Lobby門口 看到有職員捉著一條蛇 蛇仔 又不是蛇仔 好像大半條手 好像大半條手臂那麼長 所以這裡 真的要小心 隨時都會有小動物 有蜥蜴 有蛇 會隨時出現在你身邊 今天是在樓梯前面 就有一條蛇 終於有冷氣了 Hi Hello Woohoo 一邊